喵 Hello 各位觀眾 又回到家貓義工隊了 上一集我們去了樓浮山捉了很多貓貓 而今集我們就去幫所有貓貓做登記 還有順便聽知心領導人說幾句 有興趣的朋友就千萬不要走開啦 他們是否會怕到奶尿呢 好了 我們回來了 現在就帶貓貓上去手術房了 好 我們蓋下來了 加油 繼續健身 喵 去哪兒啊 嘩 都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為何貓貓貓貓真的十幾十公斤 咦 我們可以進去了 排排河 那下面先 門口就向內 免得把紙吹開了 然後看到有路可途就會向前衝 那它掉下來很危險 所以就這樣向 好 那我們就繼續搬去 其他的貓貓上來 然後我們來來回回走了幾次 才把所有貓貓放回他們的準備室 尖下來就是逐隻幫他們做登記啦 啊 這個小朋友 我們就寫它是Tappy White 對 逐個其他 還有兩層 嘩 好漂亮啊 Tappy White 它整齊的 愛乾淨的地貓貓 白酥酥 是不是真的全製爆色的 你好 貓貓貓 你好貓貓貓 好淒慘喔 你這個樣子 我給個正面貓貓貓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街貓冷知識 貓貓一天可以睡多久呢 答案就是14至20個小時 但如果有人走近的話 就會變得很敏銳的 如果依賴了主人的話 還會反逃 真的沒有面子啦 貓貓為什麼身手會這麼敏捷呢 原來貓貓的酥是100格尺 據說兩毫克的東西都可以感應到 所以可以很輕易地判斷他們的平衡力 老貓燒酥就是這樣來的啦 在我們等待的時間 不如你就聽一下資深領導人 講解一下整個計劃啦 那CCCP啦 Cat Colony Care Program 其實是 愛活動物協會的貓隻領域護理計劃 貓隻領域護理計劃 由2000年開始已經實施了 我們開始推行了 到現在為止 今年是第21個年頭 其實我們已經絕育超過8萬隻的街貓 其實整個計劃呢 就是我們想街貓可以更加融合這個社區 這個是一個生育控制計劃來的 即是我們用捕捉絕育放回這種方式 令貓隻的數量會得到穩定 這些街貓呢 牠們不是我們家裡的寵物貓 其實牠們比較野性的 其實牠們都喜歡外面的地方 跟家裡的貓很有不同 牠們不會黏過來或者找人抱 所以這些貓其實未必適合入屋給人領養 對牠們最好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自由自在 天空海闊 可以在牠們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 但是如果我們不幫牠們做絕育的時候 可能牠們的數量就會不斷地增加 所以經過這個計劃 牠們可以絕育 亦都打了防疫針 可以安全健康地在社區裡面繼續生活 對牠們來說也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在街上見到流浪貓 那你怎麼做呢 你又很想幫到牠們 其實最開始是真的應該觀察 你也可以看看會不會有人已經餵開牠們 如果是沒有的 你會不會自己都會平常 可以一個習慣地去餵牠們 這樣的時候 當然越有人餵牠們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牠們繁殖得非常之快 這個時候呢 繼續去幫牠們的就是經過我們這個 貓隻靈域護理計劃 其實你是一個護理員 其實你都會看到牠們有什麼時候會出來 有多少隻啊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來外戶動物協會裡面登記 登記了成為了我們的義工之後 就可以將牠們去捕捉 然後帶來外戶動物協會做這個計劃 去幫牠們做絕育 還有打防疫針 然後就放回牠們在原居地 可以繼續去照顧牠們 聽完領導人這樣說 是不是馬上心動想做義工呢 下一集我們就揭曉貓貓做手術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快點留意我們下一集的家貓義工隊啦 ��디 家貓 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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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